停课不停学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陪伴您一起听故事 抗疫去咯 大家好 我是当山国小蔡顺珍老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个故事 叫做七只瞎眼的老鼠 有一天七只瞎老鼠在指挡边玩 忽然之间发现了一个怪东西 大家吓了一大跳 急急忙忙往家里跑 还一边喊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回到家 虽然精魂未定 但是他们还是很好奇 想知道刚刚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于是他们讨论 决定安排轮流回去探个究竟 小朋友 你也要不要来一起猜猜看啊 星期一 第一个回去调查的是红老鼠 回来之后 他说 我看到的是一根大圆柱 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星期二 第二个去的是绿老鼠 地老鼠说 其实啊 那是一条蛇 大家听了之后 公文说 不对不对 星期三 去的是黄老鼠 回来之后 他说 我看到的是一只打仗用的毛 大家听了之后 都觉得很好笑 不想去 星期四 轮到紫老鼠 紫老鼠说 我看到的是一面高高的峭壁 听了之后 大家都觉得很好笑 公文说 不可能 星期五 第五个去的是橘老鼠 橘老鼠说 哈哈 那是一把大扇子啦 我还感觉到 它在那里扇着风呢 大家听了之后 还是猛猛摇摇头 第六个蓝老鼠 它说 它其实什么都不是啦 那只不过是一根绳子罢了 其他老鼠都不同意 于是他们争吵起来 是一条蛇 是一根棍子 是一把扇子 是一座峭壁 讨论来讨论去 都没有得到结果 到了星期天 轮到白老鼠去了 它是第七个到池塘的老鼠 白老鼠从怪东西的一边 跑到另一边 从怪东西的上面 跑到下面 他老鼠说 哇 我知道了 这个怪东西 硬得像柱子 软得像条蛇 尖得像一只毛 宽得像一片峭壁 揉得像一把扇子 粗得像一根绳子 但是 但是 合起来 这个怪东西是 小朋友 你猜到的吗 对啊 是一头 大象 所有的老鼠 都从怪东西的一边 跑到另一边 从怪东西的上面 跑到下面 他们全部都同意了 原来这是一头大象 他们也都知道为什么呢 老鼠们得到一个教训 只知道事情的一部分 就自以为是 是闹 是会闹笑话的 要了解全部的事实真相 再下结论 才是有智慧的 小朋友 读书 也是这样 不是吗 需要前盘了解 才是真正的学习哦 故事讲到这里 但是 小朋友 要继续不断的思考哦 我们有机会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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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听完了 亲爱的小朋友 听完故事以后 你有什么想法呢 可以跟你亲爱的家人 分享哦 欢迎继续点选 下一个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